朋友你好,欢迎回到碎片机遇频道 今天是2023年2月16日,开始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节目 咱们先来看过去24小时的三个重要事件 一,当地时间是五日晚间 俄罗斯对乌克兰关键基础设施发动了另一次大规模导弹袭击 俄军用土95战略轰炸机从离海发射了12枚KH-101或KH-555导弹 来自黑海的一艘护卫舰发射了8枚口径巡航导弹 来自库尔斯克地区的6架土22远程轰炸机发射了12枚KH-3巡航导弹 还有来自梅里托布尔地区的两架苏35飞机发射了3枚KH-59制导空中导弹和1枚玛瑙反舰导弹 吴军总司令扎入日内宣布 乌克兰军方摧毁了36枚敌方巡航导弹中的16枚 然而不幸的是 乌军发言人指出 一些KH-22巡航导弹到达了目标 集中了关键的基础设施 目前没有能够摧毁这种导弹的武器 KH-22虽然老旧 但它本来是反舰导弹 采用低空掠过的方式进攻目标 所以乌军在得到挨过者系统之前 对此还没有有效的对付方法 前不久就是这样一枚KH-22导弹 击中蒂涅布罗斯的移动公寓楼 使几十名乌克兰平民丧生 在昨天的袭击中 乌克兰人也有损失 在巴弗洛格勒 由于夜间火箭弹袭击 一人死亡 七人受伤 有一家企业发生了火灾 30所私人房屋被摧毁或者受损 乌克兰国家安全和国防委员会秘书奥列克希丹尼洛夫 在电视直播节目中再次提醒人们 俄罗斯人正在准备 并将试图在2月24日之前进行大规模袭击 必须冷静的对待这个问题 我们已经为此做好了准备 不过丹尼洛夫认为 这不会影响战争的进程 乌克兰人一定会赢 他希望乌克兰人都保持冷静 到24日那天就是这场战争的周年纪念 同时丹尼洛夫表示 由于这场战争 乌克兰将瓦解俄罗斯联邦 他说俄罗斯就像现在一样被肢解 二 基辅连续第三天停止限电 在昨晚的大规模巡航导弹之前 基辅已经连续三天都有电力供应 这反映出俄军空中打击能力 和乌军的防空能力的此消彼长 从去年9月起 俄军就开始采用无人机和巡航导弹 打击乌军电网 到去年10月初 克驰大桥被炸后 俄军骤然加弹了空袭力度 还广泛采用了伊朗沙西德无人机 从那时起 包含昨晚 俄军已对乌克兰境内民用目标 和建立基础设施 发动了14波大规模空中袭击 一开始 俄军打击取得了一些成就 乌克兰发电设施和变电设施广泛受到影响 最严重的时候 乌克兰60%的电厂受到影响 各地不得不轮流限电 许多地区每天只能供电几个小时 但随着西方各国努力增援的电力设备 和防空导弹系统翻翻运底 乌克兰加强了电网维修和空袭防范两方面的能力 而最近的几次袭击 俄军未能对乌克兰电网造成更严重的打击 乌克兰电网正一天天恢复正常 基辅连续三天不限电 就是这种努力的体现 也是防空能力已经达到新的高度的体现 可以说 乌克兰已经熬过了俄军强强的电力供应战 俄罗斯试图让乌克兰崩溃 让乌克兰人屈服的努力已经再一次失败了 三 欧盟主席冯德拉恩发布了欧盟对俄罗斯的第十套制裁方案 这套方案主要包括了三个部分的内容 一 对俄罗斯工业品出口的先禁令 二 对战场上发现的科技产品的进一步出口限制 这包括制裁与伊斯兰革命卫队有联系的伊朗实体 三 俄罗斯宣传人员和军事指挥官的制裁 好 咱们来看战况方面的消息 一 基辅市军事局新闻处报告说 在基辅上空检测到大约六个俄罗斯气球 防空系统记录了其中的大部分 新闻处称 俄罗斯发射气球的目的是检测和消耗乌克兰防空力量 目前乌军正在分析坠落物体的残片 以最终确定气球及其设备的类型 和特性 而坐标武赫勒达尔附近 似乎是低量在战场上被摧毁的TOSEA火箭炮 有一说意画面还挺美 像超先星爆发一样 俄罗斯方面称 这种多管火箭炮为攀火坦克 因为网川TOSEA一般会搭配燃烧弹一起使用 会在激进目标时爆炸 并将高能燃料攀洒到目标附近 燃料遇到空气自动燃烧 从而形成一片火海 它还会产生强大的冲击波来摧毁建筑屋 并且还会大量消耗覆盖区域内的空气中的氧气 因此即使建筑屋中的人员在炮弹的攻击中侥幸生存下来 也会在缺氧的环境中痛苦的死去 军盟博主是极度推崇这种散发的所谓 俄罗斯军事美学气味的兵器 称该系统不仅是俄军攻城拔制的利器 更是残酷血腥的巷战中的杀器 通过使用这种非制导火箭的骑射进行火力的覆盖 不仅可以降低成本 还能给敌人带来巨大的心理压力 从而达到理想的战场效果 其实说穿了只是惨无人道制造死亡的武器而已 因为其精度性很差 即便500米巨雷上发射 弹招点都会偏离目标很远 极易滥杀无故 与西方军队和乌军现在广泛使用的 精确制导炮弹或海马斯之类精确制导火箭弹 无法同日而语 俄军的TOSEA在乌克兰战场极为活跃 我们经常看到这种火箭炮对乌军战地和城市区域发射火箭的消息 TOSEA射程8公里 所以他们一般都在距离目标3到5公里的地方活动 发射后就迅速撤离 所以遇到的损失比较小 印象中乌军之前曾搅和过受损的TOSEA 但从未拍摄到被摧毁的画面 不排除那些受损的TOSEA是在乌军火力覆盖的情况下被击中的 乌军自己都不知道打中了什么 这次的TOSEA被摧毁的图像是由无人机清楚的拍摄了全过程 有理由认为这又是乌军无人机引导射击造成的战果 最近越来越多俄军高价值装备在乌军无人机引导下被摧毁的视频 这似乎说明乌军现在对无人机的运用更加娴熟 而手头上也拥有了性能更好的无人机 只要这种打法坚持下去 俄军一定会因为重型装备损失过大而失去进攻能力 3.上面和现在的画面是乌军G30旅的抛火杀蟑螂 4.一名俄罗斯现役军人在得知自己将被轮掉到乌克兰后自行了结 这名俄军士兵谢尔盖格里丁20岁来自普乔雷 在11361部队的第二周乔莲服役 2月10日他的战友发现他已经没有生命体征 其留下的纸条上说道 他请求指挥官不要派他上战场 被拒绝后遭受其他人的挖苦 一言中说你们没能打败我 你们也不会成功 我决定死在这里 死在我的故土 手上不沾染别人的鲜血 我希望他们会因为驱使别人去当炮灰而入狱 但在这里这是不可能的 我太痛恨了 俄罗斯也有一些良知未免的人 在一片漆黑中努力发出一些光亮 这是值得尊敬的人 这是吴军在巴赫木特的巷战中 连续发射了多枚RGW-90和AT-4火箭筒 虽然是火箭筒而不是昂贵的反坦克导弹 但也比俄军的RPG贵得多 西方援助了十几万枚反坦克火箭筒给乌克兰 吴军可以敞开了打 一点都不用心疼 简直是太好了 打仗就应该这样 六综合乌克兰总参谋部的消息 乌克兰空军对俄军事人员和装备集群 进行了11次打击 对俄军防空导弹系统的战地 进行了5次打击 并摧毁了一架俄军的K-52直升机 吴火箭军和炮兵部队 集中了俄军的两个指挥所 6个军事人员集群和两个弹药库 乌军总参谋部公布的战果数字 是这样 摧毁俄军人员总数 14万0460人 新增690人 坦克3296辆 新增6辆 装甲车6517辆 新增10辆 火炮2306门 新增3门 好 以上是本期视频 与您分享的内容 感谢您的耐心观看 感谢王小寇同学 心情耕耘 咱们稍后 再会